韩媒消息称,朝鲜已开始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装载碳居测试 美国最近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日美军提到 朝鲜正努力研发极筑洲际弹道导弹运载的生化武器 专家警告金正恩持续发展生物武器,制造生化危机 将会导致全球大规模爆发致命流行病 12月19日朝日新闻报道 韩国情报部门一位未确认身份的人士称 朝鲜已开始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装载碳居测试 导弹重返地球大气层时,会产生极高的温度 碳居测试的目的是确保病毒能经受住该恶劣环境 此前,韩媒曾报道 朝鲜拥有2500吨至5000吨的生化武器库存 具备生产碳居及天花等生化武器载体的能力 朝鲜自2006年10月首次进行核式爆后 即持续研发核武以及可攻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飞弹 但在平壤首次核式前五个月 美国情报官员就曾在提交国会的报告中警告 平壤正秘密研制生物战技 握有可引发碳居并与天花的病原体 但似乎欠缺某些关键技术 经过十年研发 如今朝鲜已取得加快其生物武器发展计划所需的机器和设施 可大量制造生物武器 12月10日 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及亚洲情报与武器专家的说法称 朝鲜在十年前未能突破关键技术 无法将病原体制成可引发敌方民众混乱及伤亡的危险武器 如今却逐步取得可用于研制先进生物武器的必要硬件 报道说 从可产制数公吨微生物 致病性细菌的工厂 到专严基因改造的实验是以应俱全 而这些微生物和细菌足以在全球各地散播可怕疾病 朝鲜中央通信社2015年6月曾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前往平壤生技研究所 视察防治农作物并虫海的杀虫剂开发 美国分析家检视当时的视察影片后发现 该研究所位于一处军用设施笔 所内的工业用发酵槽等仪器 设备先进解价格不菲 培育大量活体微生物 细菌绰绰有余 另据报道 平壤已获得可将数十亿细菌芽包转化为细粉末的大型烘干机 可轻易地散播细菌 在国际制裁下 出现在影片中的许多机器均被禁售朝鲜 美国的朝鲜专家汉纳姆直言 这些设备即便当时未用来制造碳锯菌 不久的将来可能也会 大多数专家相信 朝鲜极有可能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发展生物武器 据脱北者及韩国当局的报告 朝鲜发展的生物质剂 包括瘟疫 碳锯病毒 病毒性出血热和天花等 这些都是美国政府认为有严重威胁的质剂 如果朝鲜将这种生物质剂转为攻击武器 将造成相当害人的结果 而且很难确定他们的来源 乔治梅森大学副教授奥阿汉姆 格姆雷7月份在原子科学通报发表文章说 维持生物武器项目必须具备相当的科学能力 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 因为稍一不慎 很可能会大规模毁灭朝鲜人 危及朝鲜政权 因此 朝鲜发展生物武器计划的可能性不高 不过 许多专家警告 朝鲜生物武器威胁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这些项目可以被隐藏起来 外人难以察觉 专家警告 朝鲜持续发展的生物武器 毁灭性比核武更可怕 它会导致全球大规模爆发致命流行病 今年以来 平壤一再也合适暴击飞弹试射 挑衅国际社会 令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一触即发 美国中央情报局将2018年3月设定为 解决朝核问题的最后期限 英国通灵师汉密尔顿 帕克预言 2018年美国对朝鲜的贸易禁运失败 美军会攻击朝鲜的桥梁 金正恩会被人民推翻 但他的尸体未被发现 生死不明 有可能逃亡中国 与此同时 世界大流感肆虐 他说 很可能是朝鲜的细菌战引发的 朝鲜有生化武器 在韩半岛战争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 中共军报本周二突然刊文分析 美军进行大规模海外作战前的征兆 指美军一旦走完了宣告外交失败 积极推销战争等四个步骤 战争就可能爆发 随着朝鲜和危机的进一步加深 中共军方打破之前对韩半岛战争 避而不谈的状况 开始主动谈及这个话题 记多名中共军方人士上 周六在中共某官媒举行的年度会议上 谈论北京应该为韩半岛战争做好准备后 中共军报日前也发文 罕见直言不讳的谈论美军海外 大规模作战的行动征兆 当地时间12月19日 中共军报刊发了一篇题为 美国海外作战行动是否有记可循的文章称 战争都有一个从酝酿到发生的过程 不可能毫无征兆的爆发 而美军近些年来进行的海外大规模作战行动的征兆 还是有记可循的 文章分析归纳了美军动物前通常会进行的四个步骤 以及在此过程中会出现的一些比较明显的征兆 第一步宣告外交失败 积极推销战争 美国政府会公开表示围绕某一争端展开的一系列外交调查 卧选 调停 调解 谈判等活动已宣告失败 争端已经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理论上只剩下军事解决的途径 这是美军为了让战争在美国可控范围内展开 或用以向世界招告其师出有名而采取的步骤 在此过程中会出现的一些微观的征兆 包括美国最高领导层或其特使密集出访或热线频繁 目的是为可能爆发的战争 在国际上寻求联盟的力量 支持的声音和谅解的交易 相应的会采取中断外交关系 关闭驻外使馆 停止交通往来 撤离本国侨民等行动 第二步 充实前沿部署 集结作战力量 美军在动武前通常会巧用威慑 在威慑中完成兵力集结 做好突袭准备 或者在通过形成压制性威慑 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其具体表现是 美军作战任务区域航母战斗群 根据作战需要集结 任务战区的美空军基地会有大量的转场飞行 其海上和空中的作战兵力 会出现一个短时间暴涨的趋势 还有可能会展开相应的地面部队 或特种作战部队的部署 第三步 提高战备等级 实施敌对行动 具体征兆包括 美军驻作战区域的部队提升战备等级 部队进入临战状态 同时迅速补充战备物资 并转入作战边城 随时准备接受制令进行出动 临战之时 美军还会调整并强化 其外层空间的力量布设 例如 发射应急卫星 租用商业卫星 调整载轨卫星轨道等 此外 美军的预警机 侦察机出动下次也可能大幅增加 担负特种作战任务的人员将会秘密潜入 搜集确认打击目标情报 何为打击指示目标 在这一阶段 军事演习将有可能直接演化为战争 第四步 寻求动物授权 下达最后空谍 美国法律规定 美国总统和国会在发动战争方面各有权限 总统因应国家紧急状态而可以动用部队的权限 在60天以内 特殊情况下可延长30天 而国会则掌握着决定宣战的权力 并可通过特别立法来授权总统动用军队 还可批准延长总统动用部队超过60天的实现 而参众两院通过的一致决议 可在任何时间命令总统从和众国之外的敌对行动中撤出军队 中共军报的这篇文章还罕见承认 美军近年的海外作战行动实践表明 美军举动艰巨不战而驱人之兵 和通过强有力军事行动达成战略目标的双重内涵 在美军公开威慑失败后 美军可能会因某种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掩齐溪谷 但也可能在世人都觉得其掩齐溪谷时图是冷箭发动战争 海外独立时政观察人士郑经纬分析 按照上文中罗列的四个步骤来看 美军近期的一系列动向 尤其最近第三舰队的调动 显示其已经进入充实前沿部署 集结作战力量的第二阶段 而中共军报刊发这样的文章 其直接的用意应该是在外界对韩半岛战争爆发的预期值飙升的情况下 便向安抚一下大陆民众 其文是想暗示距离朝鲜半岛 真正开战还有一段时间 不过反过来看 也说明北京高层已经意识到 朝核危机引发战争的风险已经很高 中共军报发表这样的文章也有未雨绸缪的意味 据公开的资讯 美国总统川普12月18日发表其上任后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后 目前身在日本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 19日随即宣布可能会从东太平洋调派第三舰队军舰来强化第七舰队在亚洲的实力 以应付朝鲜核威胁以及中共军方在南海及亚洲其他地区的扩张活动 理查森在美军核动力航母列根号上宣布 我们将继续确保美军能在亚太地区履行一切任务 并可能透过调派第三舰队或类似的船舰来达到上述要求 不过理查森没有透露具体部署调派军舰的时间和数量 中共中宣布日前印发通知 号召文艺工作者努力做新时代红色文艺青旗兵 有学者分析 这明显是沿袭文革的一种做法 但现在时代不同了 官方想效仿毛时代的做法 预料将已烂尾收场 12月17日 大陆党媒报告称 中宣布日前印发通知 要求各级宣传文化部门和单位 打造更多红色文艺青旗兵 红色文艺青旗兵是文革时代的标志之一 据称 中宣布要求宣传红色文艺青旗兵的起因是 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又齐乌兰木齐的16名队员 写信给习近平 汇报乌兰木齐60年来的发展情况 习近平11月21日回信乌兰木齐队员表示 在新时代 希望乌兰木齐以中共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大力弘扬乌兰木齐的优良传统 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青旗兵 习近平的回信披露后 天津急在全市文艺界启动 做新时代红色文艺青旗兵主题活动 随后 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印发通知 号召文艺工作者 努力做新时代红色文艺青旗兵 中国历史学者张明对香港《明报》说 这很明显这是复古的一种做法 官方有很强烈的意图仿效毛时代的文艺形式 毛时代以青旗兵的方式推广毛泽东思想 但现在时代不同 官方想效仿毛时代的做法 估计效果不大 预料已烂尾收场 中国著名老作家铁流 此前分析 习近平的家庭背景以及现在的社会发展 决定习已不可能再走回头路 铁流说 因为习近平的出生 他的家教 决定了他不会走毛的路 这是我的观点 他不能忘记他父亲被关押了16年 他忘记不了他很小的时候就受到迫害 被劳叫 他如果再走这条路 就要遭天下人谴责 他父亲在名下也会骂他 铁流表示 在一个科技已经发展 已是信息时代的时候 现在发生任何一件事情 五分钟就会传遍全球 习近平即使想走 也走不了 这条路也走不通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 感觉习近平绝不会走毛泽东的路 绝不会当毛泽东 铁流强调 现在中国只有开放经济 开放民主 才有希望 外界曾一度认为 如果王岐山退休 栗战书是接班最佳人选 不过栗战书最后却内并接受人大 大纪元消息 其当局此举事为了保障国家监察委的设立 中共新一届常委中排名第三的栗战书 预计将接掌中共人大委员长的职位 并分管港澳事务 而中共十九大前 栗战书一直被认为是接任中纪委书记的最热人选 日前大纪元获得的内部消息是 栗战书没接替王岐山的最大原因是 国家监察委的设立需要人大的支持 需要加强人大的作用 这就需要一个靠得住的人选 而栗战书过去有党务经验 处世沉稳 对习近平忠心耿耿 无疑是习近平最佳的人选 消息称 江派常委张德江执掌人大 暗中作梗 没少给习近平添乱 在中共的权力体系中 全国人大虽然名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但向来被认为只是橡皮土章 不过 在程序上 中共行政官员必须经过人大的选举和任命 人大名义上还拥有立法权 这也正是张德江给习近平脚取所依仗的 今年11月7日 中共公布的监察法草案中提到 国家监察委员会和主任都由全国人大产生 副主任 委员则由主任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 该草案将于2018年3月提请人大审议 国家监察委的设立 被认为是中纪委的一次大扩权 监察委监督范围涵盖了中纪委无法触及的非党员公务人员 而且还吞并了检察院反贪局等多个职权部门 权力也将大增 新的监察法草案中首次出现了侦查 及监察机关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 而此前纪检系统作为党务部门 对案件的侦查必须急助司法机关来执行 因此才有了对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以服反腐的指责 时评人士崔世芳表示 新的监察委未来实际上具有了侦查和居留权 将成为习近平当局反腐打虎的更有力工具 有关监察委的成立和相关立法 自然需要人大的支持 因此栗战书的角色至关重要 此外 香港南华早报也曾引述伦敦大学教授史蒂夫分析称 习近平任务命令战书组长人大 目的是以人大的支持为基础 推进立法改革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称 将成立全面依法治国小组 推进司法改革 有媒体认为 如无意外 立战书将兼任该小组组长 有分析指 有了习近平的支持 立战书一旦接掌人大 在接下来的五年间 中共人大这个花瓶机构的地位将会被强化 12月13号是南京大屠杀发十周年纪念日 大陆当日在南京举行国家攻击仪式 习近平出席但未发表讲话 日媒称 习近平不发言非常罕见 在日中关系改善的气氛不断高涨的时刻 习近平用特异的形式向日方发出了信号 陆媒报道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攻击日 当日上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国家攻击仪式 这是习近平时隔三年再次出席该仪式 习近平上任后 于2014年将9月3日决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将12月13日决定为南京大屠杀攻击日 2014年12月13日 首次举行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攻击仪式 习近平亲自参加并在仪式上发表讲话 痛斥日本侵华战争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 南京大屠杀更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 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 习近平当时还说 南京大屠杀惨案铁正如山 不容篡改 任何人要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事实 历史不会答应 30万无辜死难者的亡灵不会答应 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攻击仪式 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 而不是要延续仇恨 此次正值南京大屠杀发生80周年 据说日本外务省因习近平参加攻击仪式 而紧张关注习近平的言行 13日 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称 在南京大屠杀80周年之际 习近平没有不参加攻击仪式的选项 而参加国家举行的活动 但是习近平没有发表讲话 报道说 习近平不发言非常罕见 在日中关系改善的气氛不断高涨的时刻 习近平用特异的形式向日方发出了信号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当日的记者会上说 纪念南京大屠杀80周年 悼念死难者 这是中国国内的活动 他不便发表评论 他还说 在日中首脑会谈中 就推进关系改善达成共识 因此日中共同表现出面向未来的姿态很重要 据报道 当日 日本东京没有什么相关活动 不过 在南京大屠杀攻进日前夕 日本竞刚民众于12日举办南京大屠杀80周年纪念活动 这一活动吸引了近200名当地民众到场参加 活动中首先播放了日本每日放送电视台 1991年制作的纪录片胶片记录历史 简证南京大屠杀 该片通过当时在南京的外国人所记录的影片 文字资料 以及幸存者的现身说法还原了南京大屠杀的情景 此前的8月13日 日本NHK电视台也曾播出了一部名叫731部队真相 精英医学研究者和人体实验的纪录片 首次公开了抗战时期 日本731部队从事细菌武器研究和进行活人人体实验的认罪录音 抗日战争期间 1937年12月13日 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遭新华日军攻陷 日军随后在南京及周遭地区展开长达40多天的惨绝人环的大屠杀 30多万中国军民惨遭杀戮 平均每12秒就有一个中国人死于日军的屠刀下 对此 有网民指出 前有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京对中国人民进行残暴灭绝人性超大规模屠杀 今有中国共产党对本国人民进行超越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百倍的六四大屠杀 及对法轮功群体的虐杀 日本军国主义在新华战争中杀害了2000多万中国人 而中国共产党在和平时期杀害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8000多万 日本军国主义731部队拿火人做科学试验 大搞黑太阳行动 中国共产党活摘器官 最后该网民表示 在互联网时代 真相大白于天下之际 中共领导人应该是害怕在谴责日本的暴行的同时 被更多舆论接触共产党对本国民众更残酷的虐杀 因此干脆不发言 韩媒消息称 朝鲜已开始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装载探区测试 美国最近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与日媒军提到 朝鲜正努力研发极筑洲际弹道导弹运载的生化武器 专家警告金正恩持续发展生物武器 制造生化危机 将会导致全球大规模爆发致命流行病 12月19日朝日新闻报道 韩国情报部门一位未确认身份的人士称 朝鲜已开始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装载探区测试 导弹重返地球大气层时 会产生极高的温度 探区测试的目的是确保病毒能经受住该恶劣环境 此前 韩媒曾报道 朝鲜拥有2500吨至5000吨的生化武器库存 具备生产探区及天花等生化武器载体的能力 朝鲜自2006年10月首次进行核式爆炮 及持续研发核武 以及可攻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飞弹 但在平壤首次核式前五个月 美国情报官员就曾在提交国会的报告中警告 平壤正秘密研制生物战绩 握有可引发探区病与天花的病原体 但似乎欠缺某些关键技术 经过十年研发 如今朝鲜已取得加快其生物武器发展计划所需的机器和设施 可大量制造生物武器 12月10日 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及亚洲情报与武器专家的说法称 朝鲜在十年前未能突破关键技术特使密集出访或热线频繁 目的是为可能爆发的战争 在国际上寻求联盟的力量 支持的声音和谅解的交易 相应的会采取中断外交关系 关闭驻外使馆 停止交通往来 撤离本国侨民等行动 第二步 充实前沿部署 集结作战力量 美军在动武前通常会巧用威慑 在威慑中完成兵力集结 做好突袭准备 或者再通过形成压制性威慑 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其具体表现是 美军作战任务区域航母战斗群根据作战需要集结 任务战区的美空军基地会有大量的转场飞行 其海上和空中的作战兵力会出现一个短时间暴涨的趋势 还有可能会展开相应的地面部队或特种作战部队的部署 第三步 提高战备等级 实施敌对行动 具体征兆包括 美军驻作战区域的部队提升战备等级 部队进入临战状态 同时迅速补充战备物资并转入作战编程 随时准备接受指令进行出动 临战之时 美军还会调整并强化其外层空间的力量布设 例如发射应急卫星 租用商业卫星 调整载轨卫星轨道等 此外 美军的预警机 侦察机出动 下次也可能大幅增加 担负特种作战任务的人员将会秘密潜入 搜集确认打击目标情报 何为打击指示目标 在这一节的征兆 指美军一旦走完了宣告外交失败 积极推销战争等四个步骤 战争就可能爆发 随着朝鲜和危机的进一步加深 中共军方打破之前对韩半岛战争避耳不谈的状况 开始主动谈及这个话题 记多名中共军方人士上周六在中共某官媒举行的年度会议上 谈论北京应该为韩半岛战争做好准备后 中共军报日前也发文 罕见直言不讳的谈论美军海外大规模作战的行动征兆 当地时间12月19日 中共军报刊发了一篇题为 美国海外作战行动是否有记可循的文章称 战争都有一个从酝酿到发生的过程 不可能毫无征兆的爆发 而美军近些年来进行的海外大规模作战行动的征兆 还是有记可循的 文章分析归纳了美军动物前通常会进行的四个步骤 以及在此过程中会出现的一些比较明显的征兆 第一步 宣告外交失败 积极推销战争 美国政府会公开表示围绕某一争端展开的一系列外交调查 卧选 调停 调解 谈谈等活动已宣告失败 争端已经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理论上只剩下军事解决的途径 这是美军为了让战争在美国可控范围内展开 或用以向世界招告疾失出有名而采取的步骤 在此过程中会出现的一些微观的征兆 包括美国最高领导层获其武器 将造成相当害人的结果 而且很难确定他们的来源 乔治梅森大学副教授奥阿汉姆 格姆雷7月份在原子科学通报发表文章说 维持生物武器项目必须具备相当的科学能力 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 因为稍一不慎 很可能会大规模毁灭朝鲜人 危及朝鲜政权 因此 朝鲜发展生物武器计划的可能性不高 不过 许多专家警告 朝鲜生物武器威胁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这些项目可以被隐藏起来 外人难以察觉 专家警告 朝鲜持续发展的生物武器 毁灭性比核武更可怕 它会导致全球大规模爆发致命流行病 今年以来 平壤一再也合适暴击飞弹试射 挑衅国际社会 令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一触即发 美国中央情报局将2018年3月设定 为解决朝核问题的最后期限 英国通灵师汉密尔顿 帕克预言 2018年美国对朝鲜的贸易禁运失败 美军会攻击朝鲜的桥梁 金正恩会被人民推翻 但他的尸体未被发现 生死不明 有可能逃亡中国 与此同时 世界大流感肆虐 他说 很可能是朝鲜的细菌战引发的 朝鲜有生化武器 在韩半岛战争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 中共军报本周二突然刊文分析 美军进行大规模海外作战 且无法将病原体制成 可引发敌方民众混乱及伤亡的危险武器 如今 却逐步取得可用于研制先进生物武器的必要硬件 报道说 从可产制数公吨微生物 致病性细菌的工厂 到专严基因改造的实验是以应俱全 而这些微生物和细菌足以在全球各地散播可怕疾病 朝鲜中央通信社2015年6月曾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前往平壤生技研究所 视察防治农作物并虫海的杀虫剂开发 美国分析家检视当时的视察影片后发现 该研究所位于一处军用摄石笔 所内的工业用发酵草等仪器 设备先进解价格不菲 培育大量活体微生物 细菌绰绰有余 另据报道平壤也获得可将数十亿细菌芽包 转化为细粉末的大型烘干机 可轻易地散播细菌 在国际制裁下 出现在影片中的许多机器均被禁售朝鲜 美国的朝鲜专家汉纳姆直言 这些设备即便当时未用来制造碳居菌 不久的将来可能也会 大多数专家相信 朝鲜极有可能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发展生物武器 据托北者及韩国当局的报告 朝鲜发展的生物制剂 包括瘟疫 碳居病毒 病毒性出血热和天花等 这些都是美国政府认为有严重威胁的制剂 如果朝鲜将这种生物制剂转为攻击